丑女孩在网站上许愿想变漂亮 之后果然整个人焕然一新 漂亮的连朋友都差点认不出来 今天带来灵魂百度中的一个故事色戒 小雪是个平平无奇的女孩 外貌普通 平时打扮也十分朴素 这天她在便利店看见几个漂亮女孩 几个人正在围绕整龙的话题进行聊天 小雪一时好奇偷听了几句 结果被其中一人嘲笑 还攻击她的长相 虽然气恼 但小雪没理他们 回家后她想和男友亲近 但男友以明天要上班为友拒绝了 第二天早上小雪却发现 男友背着自己看片 小雪一时气不过 难道自己真的这么没有魅力吗 连自己男票都对自己兴致缺缺 同时提醒她 搞对象三五年就是个坎儿 他俩这都在一起好几年了 再不领证就说明不合适 小雪越想越害怕 于是她跟男友提出领证 男友却以 还没买房为友拒绝了 小雪十分懊恼 男友肯定是嫌弃自己的长相 这天上夜班 她发现了一个叫狐仙的网站 只需要99元就可以满足任何愿望 小雪打下 我想变漂亮 第二天呢 她就收到一个人偶 网站客服说 只要每天用清香 白酒和鲜花 供奉这个人偶 就可以变得漂亮 小雪每天照做 果然之后呢 她精气神就上来了 男友也不再拒绝和她亲近 同事都十分羡慕她 甚至怀疑她是不是偷偷整容了 没过多久 一个叫赵丽的病人来到医院 并且对小雪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小雪呢 还是有点礼仪廉耻的 虽然她对赵丽动了心 但她还是对赵丽坦白 自己已经有了男友 赵丽为了激她 找了一个飞扬跋扈的女人 假扮自己女友 去挑衅小雪 嘲笑她根本配不上赵丽 小雪气不过 答应了和赵丽的约会 凉霄一夜之后 小雪提出 想和男友分手 和赵丽在一起 赵丽却阻止了她 并说和她在一起 不过是为了寻找快乐 听听这什么渣男语录 小雪有些气愤 赵丽领走时说 有什么问题 可以到444便利店找她 小雪就懵了 会出什么问题 赵丽指着她的脸说 这儿的问题 回去后男友还在家里等她 并质问她 下午怎么没有去上班 原来啊 男友早就察觉出来 小雪这段时间的变化 于是呢质问她 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正好小雪 早就想提出分手了 都到这个份上了 她也没必要隐瞒 小雪觉得男友一把年纪 还不上镜 根本配不上自己 男友却觉得 小雪现在变得虚荣 俩人撕破脸皮 大吵了一架 最后不欢而散 之后的小雪啊 变本加厉 她想要变得更漂亮 根据网站上的提示 她将自己的血 供奉给了人偶 这之后呢 她就像换了个人一样 漂亮的连朋友都认不出来了 但是没过多久 她的脸就开始衰老 她开始害怕了 回家后 看到男友正在收拾行李 她想祈求男友留下 但是男友头也不回地 离开了 她又上胡仙网去 询问客服怎么回事 但客服回复她 不可以反悔哦 就这样 小雪在悲伤中昏睡过去 醒来的时候 她发现自己又变得年轻漂亮 但是她的五官 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白天的时候 她又会变得衰老丑陋 无奈之下 她去到444号便利店找赵丽 赵丽说是那个人偶的问题 人偶把人类的贪婪 虚荣极度这些情绪当作食物 为了获得这些情绪呢 她将小雪作为宿主 并且以满足愿望为由 和小雪签订了共生契约 因此呢 小雪才会变成这样 她说只要小雪愿意 她可以帮忙把小雪和人偶剥离 这样一切就可以恢复原样 一想到要回到以前平庸的日子 小雪立马拒绝了 相比之下 她更愿意只要一碗的美丽 昙花一现的灿烂 总好过一世的平庸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